介绍 这个单元我们叫做 公 马上出现问题了 我先讲一下 对 我们很少里话里面很少单元 光看名字以外他在干嘛 什么是公 我先说一件事情 如果你从中文去解释这件事情的话 你会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 譬如说 你可以用一个字去说明 能量的变化 用一个字 好像不行嘛 好 两个字好了好不好 去说明能量的变化 好像也不行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公这个字呢 我们只是从英文呢 去把它找出一个类似的字 去说明它的 所以 旁边写上去 什么是公呢 写上去 只能是能量的变化 好 想下去哦 这是我全量的变化 那我们怎么知道 能量发生变化呢 我们怎么知道 好 第一个看一下 我们说 当一个力量 一个外力啊 施加于一个物体上面 使这个物体发生了形变 或者是 运动状态改变的时候 就代表什么 就代表能量发生变化了 听懂我意思吗 那能量可能会怎样 越来越多 也有可能会越来越少 我不知道 但总而言之 它是一个能量变化 听懂了哦 比如说 原本一个很瘦的人 突然间变得很胖 那是能量发生变化 而且 我问的问题是 物理变化还是化学变化 来 你告诉我 我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 陈小平好了 他就每天吃了十碗饭 吃了十碗饭 然后突然从二十公斤 变成七十八公斤 你告诉我 这是物理变化还是化学变化 看有没有知道 物理哦 你觉得是物理吗 不是 这当然是化学变化 为什么 什么是化学变化 你知道吗 本质改变 哎 状态改变 本质也改变 而且产生细物质 细物理 一直不停不停的吃 有啊 都变什么 都变脂肪啊 所以当然是 产生化学变化 对不对 可是他说不说 一种能量变化 也算 他就是把那个食物里面的 比如说他可能是 呃 某一些东西 然后利用化学变化 化学能 转换成脂肪 囤积到你的肚子里面去 对不对 好 如果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做运动啊 把它消化掉 那开始把化学能转换成什么东西 热能 把它消化掉 所以我们讲的东西 讲那个功 只是用能量变化 会了齁 那当然运动中的改变也会 好所以看这边有请的 说 我们用做功 多少来表示他的什么 变化 好 那开始定义了 什么是功 什么是能量变化 来 画起来一下吧 背起来 就是一个力 施加于这个力 想要去啊 f 一个力呢 施加于一个物体上面 然后呢 这个物体沿着施力方向移动 好 移动多少 移动s公尺 想要去啊 移动s公尺 那我们就定义说 这个力量呢 对这个物体做功 做功多少呢 来公司这边 w等于f乘以s 也就是说 我们把 不好意思 我们把 力 跟这个 位的成绩 相成 就定义就是我的做功多少 是我的能量变化多少 再讲一遍 我们说我们定义 什么要做功 就是有个力量台腹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有个力量台腹 施加于这个物体上面 然后呢 这个物体因为这个力量 作用 因为这个力作用 然后呢 往前前进了这个s公尺 我画个图给你看好了 比如说 我取个力量台腹 这有个物体 然后呢 我这边呢 出了一个f的力 这个物体呢 因为这个力呢 往前前进了s公尺 往前前进了fx公尺 我们说 这个f跟s相乘的结果 就是我所做的功 然后这个功呢 我们用这个w来表示 所以就是w等于f乘s 然后技术的这个很重要 然后开始 这个w的f乘s呢 是有单位的哦 f的单位呢 我们用的是牛顿 写个nt1牛顿 s的单位呢 一定要用的是公尺 然后呢 那w的单位呢 写上去w的单位呢 要用的是交尔 好 这个你把它写上去 这是最基本的定义 我们看一下